早报新闻 要请大家帮忙 把我们散播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接触到 上YouTube搜寻中广主播谢业荣 或者是说 你可以搜寻中广早报新闻 中广35分钟早报新闻 通通可以找得到 我们的35分钟影音档案 也谢谢大家的帮忙 那上来扫描一下 今天各个报纸 在综合报纸的头版 以及财经焦点的部分呢 有哪些重点新闻的报道 今天当然还是聚焦在 2020总统大选预料 在选前可能大部分的早报头版 免不了都是这些选战焦点 而最新的话题 今天联合报跟中国时报头版 都来整理一下 从郭台铭前天深夜宣布 不参选到今天为止 整个蓝绿白最新的动作跟发展 今天包括了蓝绿白的选情 从郭董一开始宣布参选 到他决定不参选 通通都是搅乱了 一池春水都是大新闻 今天在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以及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配合上内页的自由时报 三版都是这个话题 主要焦点是现在蓝银方面 想要把郭董拉回来 所以韩国瑜希望能够当面请义 而柯文哲部分呢 则是语代玄机还保留一点点空间 因为毕竟呢 还有一个政党推荐这条路可以走 昨天傍晚柯爸柯妈 还有这个所谓柯文哲的干妹 他们赶快跑到中选会在 时间已经截止之后 说要帮柯文哲登记连树的资格 不过中选会说很抱歉 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没办法让你来连树 就打消了 打了这个退堂股 最后就回去 而晚上柯文哲进一步表示说 台湾是充满惊奇的岛屿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大家不要去猜想 所以大家觉得 这是不是有一点点 娱乐玄机 是不是保留了空间呢 这恐怕要到继续看下去 大家才会知道 这是在白的部分最新发展 润营方面 因为吕秀莲要代表 独派出来参选 而且副手搭档已经找好了 是前南投县长彭白显 所以在润营也有分裂危机 今天民进党主席卓荣泰 要出来稍微整合一下 他说要跟吕富好好聊一聊 好 这是在蓝绿白最新的选情变化 今年各个报纸都有整理自己 记者区区跑的所谓的内幕消息 为什么郭台铭会想要退选 稍后我们再详细内容的部分 提供给大家整个心路历程 还有关键点到底是什么 而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则是 引述郭振营 昨天他的幕僚 刘又彤又出来了 他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韩国瑜要见郭台铭 现在郭台铭都不选了 见什么呢 认为没有这样一个必要 给了一个软钉子碰 这是自由时报 今天放在头版头条的焦点 财经报纸也有鸿海的消息说 自从郭台铭宣布不选之后 昨天鸿海股价应声大跌 失望性的卖压涌出来了 这是财经报纸聚焦的角度 好 如果有保险的话 保护要注意 今天在早报 男生人寿新系统出包 也是相当吸睛的一个大标题 今天在工商时报部分 是放在头版头条 而联合报 是放在头版二题自由时报 也是头版二题的大新闻 说男生系统出包了 所以很多保护的保单 竟然变得失效 还有很多投资型保单 也出了问题 所以昨天金管会 重罚3000万 好 如果你手上有男生人寿 投资型保单的话 要赶快跟你的保险员 确认一下你的保单 有没有出状况 这是今天在早报 比较大的一个新闻焦点 回头赶快来听 在选举消息的 这个进一步报道 各个报纸做了哪些整理 雷后报头版头条说 2020蓝绿白选情批变 韩国瑜现在要联系 郭台铭希望能够见面 当面请议 柯文哲痛批蓝绿 然后接下来强调 民众党要拼立委选举 吕秀莲参选 让绿营的选情出现了变数 好 就像这个陈水扁说的 吕富呢 他不见得能够当选 但是可能可以把蔡英文拉下来 能够让蔡英文不当选 所以绿营也不能够小觑 吕秀莲他的一个实力 今年联合报在头版当中 整理了昨天的一个选情变化 强调说 吕秀莲昨天出来开了记者会 独派团体 邪乐岛联盟推荐他参选总统 他说呢 希望这三个月 蔡英文总统不要以为 面对韩国瑜 他的领先幅度相当大 又回到了一对一对决 不要躺着选 不要太轻松 不要到处捡枪炮 因为毕竟枪炮捡太多 是有反作用力的 好 被问到你现在要参选 民进党又提了蔡英文 那你要不要退党呢 吕秀莲说 我还很爱民进党 我是心灵脱党 不忍心把党政交回去 昨天郭台铭阵营也释出了影片 告诉大家 他为什么到最后关头决定不参选 强调的是 他不想要参与这场政治闹剧 他说现在选风很遏职 民粹盛行 因为个人利益跟派系 阶级斗争撕裂台湾 他本来想要好好来论述政策 结果发现这样是选不上的 大家的焦点并不在这里 而且他的支持者被霸凌 他也相当不忍 所以在最后一刻呢 决定不参与登记联署 好在这个今天的联合报 另外还点到 对于很多人看着整个变化 会觉得 这个柯文哲真的是机关算尽 太聪明 没想到在最后一刻 栽了一个大跟头 所以很多人就跑去问柯文哲说 会不会觉得好像 这个被打了一巴掌的感觉 柯文哲昨天说 他是急诊医生 不会就帮助 当做说急诊病房 紧急送来一个状况 送来一个病人 他去处理而已 而且但是他难免在白天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还说这个郭台铭 宣布的太慢了 如果提早一个月 他还来得及准备 在最后一天才做这样的决定 他来不及找副手 很多事情都没有准备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登记参选 这是联合报针对柯文哲部分的报道 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则说 一夜大逆转 现在蓝绿重新洗牌 在绿营方面变成是一个分裂的局面 而蓝营反而是韩国语定位于一尊 不过当然都是到目前为止的一个进展 中国时报说 郭退选 现在蓝营定韩为一尊 吕秀莲投入 绿营陷入分裂 中国时报今天在头版提到说 民进党可能要开除吕秀莲 因为他代表写乐岛出征 不过这只有中国时报这样写 包括自由时报 包括联合报 今天那一夜都是卓荣泰的说法 卓荣泰的说法是 到目前为止谈不上党纪的问题 今天会跟吕秀莲当面聊一聊 在卓荣泰的部分 他并没有放弃 想把吕秀莲拉回来的意思 但是中国时报 在头版直接说 吕秀莲会遭到开除 而周时另外点到郭柯 是不是到此话下句点不完了呢 这个还太早 因为菊英方面跟时代力量 他们都还有门票 可以用政党推荐的方式参选 所以昨天柯文哲的话说的 是有保留空间的 他说台湾是一个充满惊奇的岛屿 所以大家不要去猜测 一直走下去 一边走一边看就知道了 上早提到郭台铭已经退出国民党了 先前国民党话讲的好凶啊 好多中常委出来骂他 现在他宣布不选 不选的最大 又好希望他能够回来帮忙 不管是在金钱上资源上 又或者呢 把他的郭粉的票 这个挹注给韩国瑜 现在又希望他帮忙 所以昨天话讲的就比较和缓了 比较软了 今天在早报呢 都有点到 昨天国民党说 郭台铭的退党声明呢 情节不严重 应该没有退党的问题 没有党纪处分的问题 希望能够把郭台铭拉回来 不过当然郭台铭自己 也是有骨气的人啊 哪是你说叫我回来 我就回来了呢 所以今天自由时报 在头版头条说 弃选2020之后 蓝英立委现在急急呼喊 希望郭台铭能够回来 但是郭台铭不会回国民党 也婉拒见韩国瑜 这是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的报道 引述的消息来源 是郭台铭阵营的发言人 也是郭台铭的幕僚 永龄基金会顾问郭新怡的说法 他说到目前为止 到昨天为止 都没有接到来自韩市长的联系 韩正宁真的要打屁股 每一次说要见谁 见谁都是在媒体上放话 而当事人对外都说 我不知道 我没有接到联系 这个动作效率真的是不及格的 今天自由时报 在头版引用郭新怡的话说 郭台铭 郭幕僚 郭振铭 都没有接到韩正宁 韩市长的联系 而郭台铭已经不是国民党员 跟该党没有太多牵扯 跟瓜葛 因为韩市长市政选务 两头忙 双方都没有时间 所以不必刻意安排见面 这是郭新怡的说法 而在永龄基金会执行上 刘又彤的部分 他则强调 在现在 郭台铭的部分 他选跟不选 并不是受到特定人事的影响 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 早报有很多种版本 说为什么他会退选 其中一个版本是 跟郭台铭交情 匪浅的好龙兵 见了六次面之后 他被劝退 但是刘又彤说 董事长选不选 并不是任何人可以影响的 而外界质疑说 他担心自己参选正当性不足 刘又彤表示 郭台铭的脸皮 他说董事长脸皮 没有这么薄 应该也不是这个原因 单纯是因为他发现 选举是技巧的应用 还衍生很多不必要的污蔑仇恨 他只想认真做事 但是要处理解释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又牵扯到 部分政治人物 想要保有自己的利益跟位置 所以后来让郭台铭 有点灰心 改变了想法 当然这是幕僚 比较美化的版本 今天自由时报呢 是放在了头版头条 加以报道 其他版本到底有什么呢 我们也提供给大家 今天在早报有点到说 最主要的原因是 柯文哲的一句话 因为在中秋节前后 其实郭台铭就已经早饭可亲 广告导演范可亲来拍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选跟不选 如果他确定选 就释出选的版本的影片 如果不选就释出不选版本 最后释出的是 昨天网路上大家如果有去找来看的话 那个不选的版本 大概在11号就已经拍好了 结果在中秋节廉价的最后一天 他心里已经有所定见 后来找来赵绍康请议 他说想要听听赵绍康的说法 资深媒体人的说法 最后在赵绍康跟郝龙斌的 这个见面之下 才发现他心里早就已经决定 他不要选了 在见赵绍康之前 他见了柯文哲 双方的会谈最主要的焦点是 郭台铭知道 他的副手最佳人选就是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如果来的话 柯粉的票才有可能挹注给他 不过在双方谈了之后 柯文哲还是老调重谈说 如果我要下来选 那我市长也干不满 那我干脆自己选干嘛跟你搭档 而且觉得说如果郭柯和的话 票不见的会比较多 这是柯文哲的说法 而这样一席话确定 柯文哲不可能当郭台铭的副手 所以郭台铭就打消了这样一个意思 打消了参选的意思 这是今天在早报整理的一个版本 另外联合报的版本则说 其实在三天的重大转折 关键包括了赵绍康开出 如果说你要我帮你操盘选战 当总干事的话 有两个条件 加上郝龙斌劝退 加上柯文哲没有答应当副手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整个 呃综合考量之下 让郭台铭退选 好赵绍康提出来操盘的两个条件是 包括一个是要郭柯配 才能够确保柯文哲支持者 转移到郭身上 另外呢你的独立参选 而且连数至少要达到100万份 代表你有这样一个实力 好这两个条件 最后呢是让 因为刚才提到 柯文哲没有答应当副手嘛 所以最后郭台铭就打了退堂苦 这是联合报的版本 说因为这样一个关系 最后让柯文哲决定退选 好在今天联合报呢 另外还有分析 柯木聊表示 柯文哲参选2020 并没有动机 也没有任何的诱因 他又是民众党主席 改挂其他政党推荐的正当性不足 未来透过清明党或时代力量 推荐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不能够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应该不会帮柯文哲加分 这是柯木聊 对于未来整个情势变化 对外做出的说法 不过只要有保留可能性 就是有可能嘛 你可能用政党联名推荐的方式 也未尝不是另外一条路 所以在柯文哲部分 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变数 今天联合报站内也有提到 蓝音不会开闸了 郭台铭退党爱恨交加 不过呢 在他确定不参选之后 现在国民党内要建议 主席吴敦毅 出来喂留这一位荣誉党员 你看当初话讲的这么满 现在有点难看了 今天联合报呢 特别针对这个部分呢 做了一些报道 自由时报今天的三版焦点 则是给了韩国瑜 说现在国民党在 郭台铭弃选之后 吃下定心丸 韩国瑜说 希望赶快跟郭台铭之意 会尽快安排两个人见面 不过稍早在自由头版头条 幕僚说没有这样一个可能性 也没有这样的必要 既然郭台铭不选的话 就没有必要跟这些 参与选举的人士见面 自由时报今天的版本 则是说 最主要在郭台铭的解释部分 退选的原因是 经过相当的大数据分析 如果郭科王联盟 能够完成充分票源的移转 可能还可以硬拼 但是如果只是松散的组合 或他自己独立参选的话 撒卡都没有办法打败蔡英文 既然胜算估计是如此 就不应该冒进 你一冒进呢 又遭到大家的一个攻击 又成为国民党或蓝营败选的罪人 你又打不赢 何苦来摘呢 所以他就不选了 不过呢 另外一个角度是说 感性看到韩国瑜跟国民党 这么多人 这么有自信 觉得他们提韩国瑜是对的 提名正确 跟社会大众的 这个认知有落差 或者是说 跟社会上部分的人的认知 是有落差的 而郭台铭自己当然倾向 是这部分人当中的一个 他说 好吧 既然你们觉得提这个人是对的 那你们去选好了 你们自己去承担后果 我不要来淌这趟浑水 最后还被当成谢责的借口 韩国瑜你自己去试试看 最后你自己负成败责任 而选他的选民呢 自己来负成败责任 这是另外一个盘算 这是自由时报的版本 大家都有说法 一并给听众朋友参考 替郭台铭讨公道 老虎军团郭粉呢 现在拒绝投韩国瑜 而且不但不要投韩国瑜 他们说还要参加高雄的 这个罢免韩国瑜的连数 希望帮这个郭台铭讨回公道 来教训韩家军 这是自由时报另外一个切的角度 好 英韩大战现在是台面上的主要戏码 赢的策略是什么呢 自由时报整理 说蔡英文部分必须要把愿景 跟高度展现出来 是他能不能够连任的关线 要争取蓝绿以外更多选民支持 当然韩国瑜要把过去 在高雄市长选举支持他的 这些选票通通找回来 要找回流失的选民 挑战并没有消灭 包括了未来对外的发言等等 都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才行 这是今天在自由时报 给两位主要候选人的一些建议 放在内业的版面 在内业之后呢 当然还要来关心的是 另外一位这个主角 叫做王金平 王金平今天在自由时报 占了二版的版头 第三势力 另外一个希望叫做王金平 他的下一步呢 王金平昨天对外表示 他会走该走的路 理解郭台铭不选的原因 他昨天见卢秀燕 而且两个人闭门密谈 接下来呢 他说会到各个县市 去听听看 同时提供建言 郭伯强调跟王柯两个人 还是朋友 会在适当的领域 能够互相合作的地方 继续合作下去 柯文哲强调 组民重党 组国会会扮演关键的少数 随着姻缘走 王金平一向都是以不变 应万变 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这个基调 柯文哲约访宋 处于碰钉子吗 今天自由时报 有点看好戏说 是要借橘牌参选 但是没有成功吗 而亲民党对外表示 他不会卖所谓的门票 对外的合作 则是抱持开放态度 总共有八组人马 登记参选 当然除了台面上的郭柯王 或者是韩菜之外 其他应该都没有 影响大局的一个能力 这是到昨天截止为止 最新的一个数字 一共有八组人马 登记参选 中国时报 今天内夜还有个焦点 也可以给大家参考 是外交部要定直辖市出访要点 大选年国家机器动起来了吗 国民党提名人韩国瑜 他十月份要访问美国 在这个时机点 外交部推出了 外交部协助直辖市长 出访活动的作业要点 尽管内容合情合理 不过摆明 今天中国时报说 这是韩国瑜条款 此地无影三百两 这个条文的内容 明定的是希望 这些外交官要秉持行政中立原则 透过跟直辖市主要城市的交流 提升对外关系 如果直辖市长要出访 希望能够主动告诉大家 他们需要提供的事项 包括驻外机构洽牌的拜会行程 用公函具体的写清楚 要提供哪些项目 而我们不能提供的项目 我们也会明白告诉你 而未来候选人出访的话 我们就不提供帮忙了 换句话说直辖市出访 你想清楚 还可以有一些外观的协助 但是如果你身上 有候选人的身份的话 我们就不提供协助 所以韩半希望外交部 不要成为打手 也呼吁说能够赶快 把整个国家机器 维持它的行政中立 不要成为选战焦点 选战机器 综合性报纸 今天中国时报 头版二题是来看看 工程会委员长司法院 现在正式开闸 送到监察院调查 这位石木青被认为是 因小鹰重用的人马 在整个周末被查出 接受负伤招待跟求绪 他是工程会的前委员长 司法院召开 人事审议委员会讨论之后 以他接受影验招待打高尔夫 另外提供涉及刑案的 翁姓男子法律意见 甚至买进他公司股票获利等理由 违反了法官法 情节重大 送到监察院 这个进行调查 而石木青他本人 则是没有出面说明 透过律师表示 这并不是针对个案提供 这个朋友的意见 而是朋友呢 他来问我法律意见 我当然要提 他没有提到个案的部分 难道这样也不行吗 所以他会出来 针对他个人的权益 继续争取下去 自由时报 今天在头版的焦点 有包括南山稍早提到的 这一个新的系统出包的状况 说史上最高南山新系统出包 被重罚3600万元 金管会财罚破了三项记录 这个三项记录 包括单一案件史上 最高罚还金额 保险公司董事长 被停职期间最长 以及第一位董事长 被下令停职期间 不能够拿薪水 不能够给报酬的记录 今天联合报 这一则新闻是头版二题 大标题说 南山人寿被重罚3000万 董作杜英增 破天荒停职两年 新系统之乱 金管会现在大刀重罚 今天在联合报的报导 提到最主要的原因是 南山花了百亿元 做的新系统境界 去年九月上线之后 不断的发生保单停效 至少有12.5万张保单 受到影响 投资型保单 也发生下错单的状况 所以金管会觉得太夸张了 祭出了重罚 金管会保险局 今年对南山已经开罚了七次 开罚的金额4860万元 这是金融界的新高 你知道吗 今年金管会总共罚款 大概只有9000多万 9800多万 其中有一半是南山缴出来的 你就知道这家公司 可能内部真的在管控方面 出了一点问题 今天在联合报的头版 另外点到 如果你是南山保护的话 现在建议大家 如果有投资型保单 赶快请南山出具账单 来确认你的实质内容 有没有被下错单 这是联合报 今天在头版二提的一个提醒 这则新闻财经报纸 工商时报 头版头条说南山被重罚 董座停止两年 杜英宗一天已经被头衔拔掉 拔掉两个头衔 他的董事的头衔也已经被拔掉 而公司被重罚3000万 堪称史上最严厉的惩处 这是工商时报 今天的头版头 经济日报 今天头版头条 关心的是人民币 说现在跌破市场的眼镜 人民币的存款 反而是逆势上涨的 因为在人民币的价格部分 最近是大幅的狂扁 八月份的汇价狂扁 投资人不愿意在低价出场 他们觉得后市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人民币存款反而逆势上扬 根据央行最新公布 八月份的人民币存款余额 人民币是2664.1亿元 月增人民币10.8亿 不管是OBU外汇指定银行 还是OBU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的人民币存款 都比七月份增加 最主要研判刚才提到 是因为现在是低点 大家不愿意像在低点当中杀出 甚至觉得我可以再加码贪一点 所以就进场了 这是今年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 经济头版二题 郭台宁不选总统之后 影响到鸿海集团股价 红家军的市值蒸发900亿元 昨天两岸上市贵公司的红家军 普遍走弱 市值蒸发900亿 其中以香港挂牌的富志康 跌幅20%最多 在A股交易的工业复联 单日蒸发585亿元 国内的鸿海昨天收74.6 下跌1.4块 跌幅大概1.84% 记不记得他之前宣布 退出国民党的时候 股价是强势上涨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市场对于 这个政治消息宣布的一个情绪反应 经济日报今天的头版下半版面 还有个焦点是 联发科抢工5G外资事宜 小摩说跟高通 高通应该不会出现价格战 在三星在华为都是有机会的 沙国副产油价回跌6% 预计于未来两到三周之内 沙国说他们的石油设施跟产量 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所以国际油价应声大跌 大概6%左右 影响所及今天的 美国股市也受到影响 普遍都是收红的 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的新闻标题 还包括预告内业5版 宏达电换血聘洋将担任CEO 王雪红专任董作 延览了前执行长副总裁 梅特ORANGE的前副总裁 今天联合报也有这则报道 放在财经版面 说梅特接手来自法国电信业 他14年前就在等今天 之后希望能够让宏达电 在软体的服务上 能够抢工到市场 这是今天经济日报的预告报道 而在边栏系统部分 还包括四大企业抢低利 发债180亿元 新的地缘政治危机美元成为赢家 又有一国沦陷 南非爆发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的消息 今天自由时报在头版的中间版面 也有提醒大家 去南韩的话 不要再带肉品进口了 南韩沦陷也爆非洲猪瘟 猪肉制品禁止带入台湾 如果违反规定的话 最高要罚百万元 这是自由时报今天的报道 南韩失守亚洲 已经有9个国家 传出非洲猪瘟了 除了去年8月 中国一开始爆发之外 接着蒙古 越南 柬埔寨 北韩 辽国 缅甸 菲律宾 也传出疫情 昨天最新的是南韩 自由时报 今天的头版照片 是俄罗斯插画家到台湾来 他昨天觉得自己 整个过程都非常的惊奇 非常的神奇 交通部观光局上个月 公布集集美术馆的 彩绘列车之后 被踢爆说 这车上的石虎图样 是从国外图库 买回来的花豹图 原图作者 俄罗斯的插画家卡加 后来呢 又热心的画了 三张石虎的图 说好 这个石虎图 给台湾免费使用 他就接受我们的邀请 到台湾来参加 彩绘列车的通车典礼 他昨天先到南投 日月坛去观光 很开心的说 一切太神奇了 而他到台湾来 拿着自己做挺的画面呢 今天自由时报 放在头版的照片 好 昨天听一些朋友 会图家说 其实买图这件事情 大家要用比较平常心来看待 因为毕竟 我们请来的是设计师 他做的是构图的部分 设计师不见得是会画图 所以很多人是跟插画家合作 或者是买图 不过重点应该是放在 你必须要诚实的 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而不是买图库这件事 因为买图库 其实在市场上 似乎并不是一个秘密 这件事情 背景补充说明 也给大家更多的一个认识 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还有个照片 是万金石马拉松要来咯 一万一千个名额 今天中午十二点钟 正式开抢 第十八届的万金石马拉松 喜欢马拉松的听众朋友 应该知道 这非常非常抢哦 一到今天中午十二点 应该是秒杀 如果喜欢 或者是想要参加的话 要把握时间 第一时间先把所有的账号 什么通通都登记结束 在十二点一到 赶快上去抢哦 万金石马拉松 中午十二点正式开抢 工商时报 今天的编栏提要三板板 头是郭董灰灰衣袖 红家军市值 单日蒸发223亿 iPhone11 卖相翻红 电信业赶办开卖会 工会领军保险区块链 十月份正式上路 抢数金人才 实体银行开价两倍 台速静刚怒批 中刚低价抢单 以及中美谈判 副部长级 十九号开始暖身 以上是今年早报 头版新闻内容 七点四十九分 我们要听广告 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掌握内夜的新闻焦点 新闻事件这么多 哈喽 对不起 还有有点点咳 今天有谁来 好 Semi 昨天我们的听众Semi说 郭台铭不选之后 他已经要去郊游了 我觉得讨厌草包 跟讨厌菜包的选民 应该会觉得 有点点沮丧 失去依靠 就开始要决定 当天要出去玩 不投票了 好 其实我觉得郭台铭 你可以看得出 他今天不选 但他代表的是 讨厌蔡英文 跟讨厌韩国瑜的人 这一部分的选民 是为数不少 至少两成 这部分的选票将会是 韩国瑜跟蔡英文 胜负的焦点 谁抢到谁就赢了 所以我觉得 在接下来的选战 往乐观的期待 是希望 为了要争取 这个中间选票 蔡英文就不再贩卖 王国感 他慢慢逃向 国阵的辩论 韩国瑜也一样 怎么贪奶奶的 不要再说了 中间选民是不会买单的 慢慢把选战主轴 然后拉回比较正常的国阵辩论 这是一个很好的状况 不过当然有个悲观的情况 就是说 既然你们这些 郭粉丝也不会投给我 也不会投给来 不会投给来 那干脆我们就往更极端的发展 不要这部分的选票了 我们把自己基本盘催出来 大家蓝绿来对决 搞得越难看 那最后即便投票率不高 那最后大家就看 谁能够得到关键的少数的票 最后就是选战越来越难看 一个不断的贩卖 亡国感 然后中共 香港议题上面去做选举操作 另外一个就更往极端的 韩粉方向走 这是我们所不乐的 7点51分 欢迎回到中网早报新闻 我是谢彦荣 继续来听内夜的焦点 今天在社论部分 我们赶快扫描一下 今天社论观点 联合报社论的标题是 下架民进党 郭台铭还可以尽一臂之力 说几个月来 国民党在内斗当中 耗费了很多力气 现在郭台铭不选了 还有很多力量 很多余裕可以推进 他下架民进党的目标 不要忘记 这是他参选的初衷 所以是对郭台铭喊话 自由时报社论则说 可以看得出来 从郭台铭参选到不参选 他始终是中国国民党的局外人 对韩国瑜对国民党来说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要继续看下去 不过自由时报最后 社论怎么写 最后回来的一句话都是说 台湾选民要看清楚 北京的算盘 不要把票投给北京同路人 代理人或者是 这些香港反送中等等 这些未来可能是变成台湾 街头会上演的一个戏码 当然这是自由时报的 一个基本SOP 再来听到的是 工商时报今天的社论 还有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社论是 小英不要选赢 总统输掉台湾的未来 希望总统在拼选举的时候 思考一下就算你选赢了 接下来台湾未来会怎么走 要为台湾的发展 留下成长的机会 工商时报则是从新加坡的 长远产业政策来看国家发展 说台湾现在都在吵选举 你看看人家新加坡 很努力把整个国家的政策 跟目标锁定科技 人才技术提升 再继续往前走 但是我们就是在拼选战 经济日报的社论则是 从双新肥猫跟中高龄的 就业促进法来看一看 大法官解释年改政策之后 其实蔡政府她肯定 为中高年龄的回到市场就业 专利这个法是正确的方向 不过同时也凸显说 你在年改的时候解释 这个年金如果军工叫退休 再去私校担任职位领薪水 就要停领退休金的决策 跟你鼓励中高龄再回去就业 是矛盾的 认为大法官在这个部分 稍微把正确的方向 拉回来了一点 好这是社论观点 提供给大家参考 香港情况呢 自由时报今天在国际新闻版面说 坦克开进香港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引用黄之锋的话 当然他是香港反送中的一个意见领袖 他跟何韵师出席美国听证会的时候 除了呼吁香港人权法通过 也说未来解放军或坦克 可能会开进香港 林郑月娥办了第一场社区对话 希望百花齐放 用三种形式同步进行 不分阶层 邀请100到200人 希望示威者把他们的心声讲出来 不过泛民派批评香港政府没有诚意 所以确定不会出席这样一个对谈的这个场合 昨天港铁出轨有八个人受伤 因为铁轨有裂纹 这样一个严重的意外 甚至可能造成重大伤亡的情况 到底原因是什么 香港有相当多的阴谋论 是不是被人投资物品呢 现在港府有任何的可能性都不排除 会积极的进行调查 当然其中另外一个阴谋论 就说是不是跟这个 现在部分的抗议人士有关系 当然这些都还是研制过早 调查结果出来才知道 反送中香港青年到台湾来 我们的行政院要帮忙衔接入学 教育部说学生的授教权益优先 提供弹性修业机制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个案都是非法 没有非法居留的状况 还是要加以审查才能够确定 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 但是至少学生的部分 如果真的到台湾来的话 我们会帮忙他衔接入学的工作 政府立歧视法身份证取得慢 今天中国时报说 外配的婚姻差很大 差在哪里呢 陆配 陆配有一点点 在这些权益上 似乎跟其他的外配不一样 两岸关系不睦 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 希望能够修正 这些陆配跟其他外配的差别待遇 不要对他们有一些不公平 自由时报内业财经焦点说 又报李专盗领玉山客户损失千万 今年各银行已经发生了第十起 玉山银行强调会负责 把客户所有的损失都承担下来 防止自己的资金被盗领 银行方面特别提醒 不要太信任这些李专 不要把你的印章存折交给李专 南韩爆发A杆的疫情 而且疫情持续扩大 如果真的到南韩玩的话 一个是现在非洲猪瘟 另外一个是A肝 不要碰生息 每周超过500粒 这是十年来的新高 国内高丽菜价因为超重的关系 超重了113万株 所以11月的高丽菜价可能还会崩跌 前阵子又很贵 现在又崩跌 8月份已经实施预警 9月份种植意愿趋缓 收成的时候 现在希望利用其他的方式 包括外销包括加工 来稳定市场的价格 另外自由时报 今天那一夜也提醒 国内还有一个疫病 要注意是肠病毒学校开学了 肠病毒又回来了 肠病毒周增6.5% 就一突破2万人次 另外还有第一例 纽西兰移入的麻疹病例 而登革热的发生率 气候变迁助长 所以今年的发生率增长了30倍 好 再来提醒 在921大地震的专题报道 联合报今年话题版面 持续有整个版面的报道 看起来真的蛮感人 在灾区 在丰年社努力 希望帮助这些灾区的自立部分 像这个德马文协会推动 达官部落的共同厨房 小朋友你只要拿一只汤匙 一个餐具 就可以从第一家吃到最后一家 相当温暖的故事 今天联合报 做了整个版面的报道 学生午餐叫外卖 外送车 挤爆校门口 现在包括熊猫啦 或UberEats很受欢迎 所以这些部分呢 包括台北市的建中 松山玉城高中 都已经定立了规定 有些是要规范 怎么买 有些是禁止叫外食 希望能够 不要让这些东西 进到校园里去 时间到了 七点早报新闻 明天见 拜拜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国